欢迎收听由吉少居播讲的《论语朗读语》讲解 纪于公不肃肉 纪于公是指士大夫等参加国军举行的祭祀典礼 祭祀所用的肉叫做肉 做肉一般是在祭祀的当天早上特意宰杀身处肉 到第二天祭祀完全结束以后再分赐给大家 所以这种做肉拿回家已经是宰杀后的两三天了 再速肉就是再过夜的这种肉就更不新鲜了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时之矣 平常祭祀用过的肉不能超过三天 超过了三天就不吃它了 虽蔬食菜羹瓜记必摘如也 这句话呢 另外还有一个版本是 虽蔬食菜羹必记必摘如也 两者的意思是类似的 虽然是吃粗米饭酥菜汤 也一定要先记一记 一定要像摘戒时那样恭敬严肃 习不正不坐 古代是没有椅子凳子 在地上铺上席子 就是一个作句 席子摆放的不端正 不要坐 香人饮酒 账者出 思出矣 香人饮酒 举行香饮酒礼 香饮酒礼是周代礼仪的一种 账者 主拐账的人 就是老年人 我国古代素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周礼说 五十账于家 六十账于乡 七十账于国 八十账于朝 九十者 天子欲有问焉 则旧于其家 对九十岁的老人 连天子有事要问 也要到老人的家里去 上门去拜访 在举行香饮酒礼后 要等仗者 老年人 先走出去 自己才可以出去 香人挪 朝府而立于坐街 挪 是在腊月里面举行的迎审赛会 是驱病驱轨的一种仪式 本乡的人们举行迎神赛会 驱病驱轨仪式时 孔子总是穿着朝服 站立在东面的台阶上 坐 一般是指大堂前面靠东的台阶 主人站立 以欢迎客人的地方 叫坐 问人于他帮 再拜而送之 孔子托别人代为问候 在其他诸侯国的朋友时 要躬身下拜 拜两次 送走所托的人 康子溃药 拜而受之 曰 秋未答 不敢尝 康子 就是济康子 济康子来赠药 孔子拜谢而接受了 并说我对药性不了解 不敢尝 答 就是通达了解 旧坟 子退朝 曰 商人乎 不问马 马鹏失火焚毁了 孔子从朝廷回来 问 商人了吗 却不问马 这句我们在之前已经学习过了 不展开 君赐时 彼正习 先尝之 君赐星 彼熟尔见之 君赐生 彼须之 事实于君 君记 先犯 国君赐给食物 孔子一定摆正坐席 先尝一尝 国君赐给身肉 一定是煮熟了 先供奉祖先 国君赐给活的牲畜 一定把它饲养起来 陪同国君一起吃饭 当国君饭前行祭礼时 自己先吃饭 也就是不吃菜 即 君是之 东守 加朝府 脱身 孔子患病 国君来探望 他躺在床上 头朝东 把朝府夹盖在身上 拖着身 这个身 是朝府的 竖在腰间的 一个大的宽的带子 孔子因为 卧病在床 不能够穿朝府竖腰 所以把朝府 盖在身上 把身 放在朝府上 脱下带子去 表示对国君的尊敬 和迎接 君命照 不似驾行矣 四 就是等待 国君命令召见 孔子不等马车架好 就先步行走了 入太庙 美事问 这句话 在第三篇 八亿篇中 已经讲过 进入太庙 孔子对每一件事 都要仔细询问 朋友死 无所归 约 与我并 归 就是归宿 这里是指后事的安排 如装炼 发丧 埋葬等等 朋友死了 没有人来料理后事 孔子说 由我来负责安葬 朋友之溃 虽车马 非祭肉 不败 祭肉 就是刚才说的 祭祀祖先用的做肉 为了表示 对朋友的祖先 像对自己的祖先 那样尊敬 所以 在接受朋友赠送的 祭肉时 孔子会躬身下拜 但是 在接受朋友赠送的 哪怕是车马 那样贵重的东西 如果不是祭肉 孔子也不会下拜 寝不诗 居不克 也有的版本是 居不容 两个意思 都是类似的 孔子说 睡觉时 不能够像死尸那样 直挺挺地躺着 平时在家坐着 也不需要像做客 或者接待客人那样 做居不容的时候呢 也可以解释为 平时居家 可以随便一些 不必像祭祀 或接待宾客那样的容貌 非常郑重 严肃 不需要那么拘谨 见资催者 虽狭必辩 资催 我们在子汉篇里面 讲过了 指孝福 见到穿校服的人 即使是关系亲密 因为对方家里发生了丧事了 所以一定要把态度变得严肃起来 见免者与骨者 虽谢 必以貌 免者 穿礼服或官服的人 骨者 就是盲人 谢 一般是指亲近 这里指平时常见面的熟悉的人 或者是卑贱的人 见到穿官服的和盲人 即使是平日常在一起的熟人 或者是卑贱的人 也一定要对他很有礼貌 胸服者 适之 胸服 丧服 也有指死人的衣服 饰 就等同于加了一个车子旁的那个饰 苏饰的饰 车子前面 做扶手用的横幕 这里是指身子要向前微拂 拂在横幕上 表示同情或尊敬 见到穿丧服或者送死人衣物的人 就要俯下身去 扶在车前的横幕上 是负板者 负呢 就是身上背着背负 板是指国家的图籍 将于地图 田母 户口名册等等 遇上背着国家的户籍册 将于图的人 也要扶在车前的横幕上 表示尊敬 有圣传 必变色而作 做客时 遇到有丰盛的筵席 一定要把态度变得庄重 并且站起身来 这个做 就是指起力 站起来 迅雷 风烈 必变 遇上迅激的雷电 猛烈的大风 这种灾害性天气 不要再嘻嘻哈哈的 要把神态 变得庄重 生车 必以正立 执随 孔子上车时 一定是先站正了身子 拉住扶手上的锁带 然后登车 这个随 古代车上设置的 拉着上车的绳索 车内 不内顾 不急言 不轻指 在车上 不向车内回头看 不急促地高声说话 不举起自己的手 指指画画 这些都是为了 集中精力 驾好车 避免因为自己的举止失礼 而使别人产生疑惑 最后一句 色思举矣 响而后急 曰 山梁辞志 时哉 时哉 子鹿拱之 三聚而坐 色思举矣 色 脸色 举 鸟飞起来 这句话的文字 可能有错漏之处 按照后面的文字 来推测 可能是说 孔子在山谷中行走 看见一群山鸡 在自由飞翔 心有感触 神色动了一下 翔而后急 一群野鸡 飞翔了一阵之后 停落在树上 孔子说 山梁辞志 实哉 实哉 山梁上的死野鸡 食运真好啊 食运真好啊 也有的解释说 孔子非常感慨 说山中的死野鸡 能够欲显而飞 食食物啊 食食物啊 子鹿听了这个话 子鹿拱之 向野鸡拱了拱手 三聚而坐 在另外的版本里 有的是三绣而坐 有的是三甲 甲和绣 是鸟的长叫声 三绣或者三甲 指野鸡长叫了几声 巨 则是指鸟的张开翅膀 飞翔的样子 野鸡 长叫了几声 或者说是张开了翅膀 飞走了 对这一张的文字的理解诠释 历来是众说纷纭 我就不一一展开 仅从文字的字面上 做了一个解释 总之 万事都从做人开始 一个人 无论做什么事业 做官 经商 做学者 做平民 都是要先做人 事业的成败得失 各有变化不同 但无论如何 总要做人 相当一篇 记载孔子如何做人 后世的人们 敬重他的成就 便尊称他 所谓圣人 人人都可成圣 只看自己如何 做到圣的成就